從住專、領主、辦事員到助理員 總共會有四個工作表 這四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每個地方都要做幾個動作 主要包含這把 幫我查單位 單位的資料來源是從編號裡面的第345 108查出來 主別部分的話是根據A 當然其他工作表會有不同的 ABCD等等的 就把這個資料 對應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這個升等的話是從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帶過來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個是文字 查的話是查數字 所以會需要一個value的函數 所以特別重要 一樣我們用查 查的資料就是在這個背後 這個後面會有幾個 包含等級單位 組別 升等的一個相關對照表 那單位的對照表在這裡 OK 也就是說它可能在編號裡面 所提供的資料 只有 就是 我們要從編號裡面抓我們要的這個資料 再去 這個單位裡面把 需要的資料再查到這邊來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不是要叫你突發鏈 然後叫你要能夠怎麼樣 從編號裡面抓資料 再去查詢 查回來自動完成 那這裡面當然會需要兩個 很重要的函數 第一個是用 什麼MID 這個MID的話呢 主要的用意就是說呢 可以抓取108 這三個字 所以 A3 就是這個儲存格 從第3個字 抓3個字 OK 然後抓到之後的話呢 再去單位這個 這個表格裡面 去用一個函數 叫 V2 V2函數 去幫我把資料給查過來 OK 那 這個部分的話 上禮拜我們講 講到這個 那其他的部分 還有 123 4 5 6 7 總共有7個問題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是把它再改成什麼 所謂的那個 VBA部分 OK 把它清掉 OK 然後 加上這個烤瓶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我可以快速的把這四個 工作表快速完成了 該怎麼做 這個 上禮拜主要就是把 1 2 3 那3的話比較特別就是 你需要再多一個value 為什麼多個value 因為 我們現在抓的是這個 這個資料編號裡面 抓過來 用laps的話 它會是 這樣的 1 那如果你要比對的話呢 比對深等 他這個地方所提供的資料 是 數字的1 那兩邊如果說你沒有轉型的話 一定會翻出 所以如果你要 把這個 文字的1 變成 數字的1的話 你必須要再加一個value 不會查不到 這個上禮拜有提到 其他的話在分別 什麼 再把這三個資料 相加除以3 就是他的平均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 把這個 乘以0.3 這個乘以0.7 那合計的話呢 就是 這個乘上0.6 這個乘上0.4 的最後 大家取到小數點的 第 1位的話 記得外面再包個run 我在那個雲端上面有加 那加run的話 就是 做完這個結果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ROUND 這個所謂ROUND這個函數的話 他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把那個小數點取到第幾位的話 那你可以先前刮 後面的豆點就是 豆點1的話取到小數點第1位 那顧名思義啦 你後面數字多少 你就是取到小數點第幾位然後把它打個勾 這樣的話就完成 那名思部分的話就是用那個 RANK RANK 或者RANK.EQ 我們這邊的話 RANK.EQ 這個 這個函數 最早他是用RANK 不過 新的版本就是RANK.EQ 然後他的成績 在整個範圍裡面呢 排名第幾 那就會把結果給帶過來了 OK 大概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就是把這 總共有7個儲存口 各個資料 快速做完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分別把這些公司 複製到 其他的工作表裡面去 我講過就多選 按SHIFT鍵 把這些多選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公司打個勾 打個勾 全部都7個 部分打勾 就是等於是複製到其他工作表 那向下填滿的話 可能要個別工作表填滿 因為他每一個工作表 的這個 數量都不一樣 他的比數啊 像我們的柱磚 把他取消 取消就點 其他工作表 柱磚 Ctrl向下 他會是在40 也就是這裡面 總共會有幾個人呢 總共40 減掉了兩個 38個 OK那這邊的話呢 Ctrl向下 OK 101 你會發現每個 Ctrl向下 每一個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 讓他填滿的話 那變成說如果以助磚 他只會填滿到 40就停下來 後面就不會幫你 往下填滿了 所以 向下填滿這個部分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剛剛這邊好像有發生錯誤 看一下 這邊哪邊 看一下 這個範圍 範圍部分的話應該 Ctrl向下 應該是多少 到 40 我這邊怎麼 40嗎 我這邊好像到多少 到22 這個字有錯 OK40 那這個地方 是最容易出錯的 為什麼 因為 應該這個範圍到哪一個 最下一列 每一個工作表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數字呢 恐怕你不能把它寫固定的 否則如果你寫固定的話 將來會出錯 把它向下填滿 OK 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他這個範圍 自動會幫我把名次 全部給算出來 當然 這個是 所謂的人事之類 以後如果你是 到 你從事的 這個 部門是 跟人事有關 那如果假設你 不會用 所謂的 Excel的函數的話 說真的 你光要算成期 算那個每個 這個 部門的人員的 這個 烤基成績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因為像一些 一般大公司 都是幾千上萬人的 那這 這麼多人 裡面的話 那你要怎麼知道 說哪一些 員工 是比較認真的 那要發年終獎金 也不能亂發 誰應該發多 貢獻度高 誰的貢獻度低 那你都要 很準確的 把它變 一個數字 一個量化 那這個量化動作的話 當然很需要 就是利用 至少啦 你一定要會用 用這個 Excel的 這個 基本函數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我知道 哇 很 很拼 每個員工都算你的 KPI 就是你 一整天 比如說上班 8個小時 你到底對公司 貢獻度 多高 每天 可能 都還要算 每天的 你的 小時 貢獻度 跟你 一天的貢獻度 跟你 一週貢獻度 一個月的貢獻度 一季的貢獻 其他經常開會檢討 為什麼你的貢獻度下降 或者你貢獻度 當然下降的話呢 他就可能會懲罰 那如果你提高的話 他就會獎勵 那對公司來說當然是 是需要有這樣的 這一個評分 為什麼因為這樣的話 會 相對鼓勵 認真的員工 OK 不然的話台灣 其實很多企業 為什麼 可以在全世界 還蠻知名的 主要原因 還是要對於人事管理上面 做有一套 好的方法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從事 有關人事工作 你就一定要匯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會像 最基本的 Vilo函數的話 我看你要 做 這些資料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接觸過一些 蠻大的 一些金融 金融業 他們也找我去 他們內部 去他們授課 那我發現 他們很多 不管哪一個部門 都需要用到Excel 這些東西 而且 需求非常的大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對於 這些東西不熟悉的話 你就要花 更多時間 像剛剛 查資料 光查這些資料 如果你不會用Vilo函數的話 那你怎麼查 查還要針對編號裡面去做查詢 OK 最後的話還要算成績 算完成績之後的話還要排名 像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假設你真的對於Excel不熟 你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在這上面 真的是 一個苦猜試 就像你們的期中 跟期末 還有平常 還有作業成績 其實我也都是用Excel來做 還好我對Excel是蠻在行的 所以我算成績 基本上應該會 比其他老師 實在輕鬆很多 OK 所以你們如果 對成績有問題 可以早一點跟我講 那我大部分都會先跟你們 先公佈你們的成績 像上學期一樣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慮的話 趕快提出來 否則的話成績繳交之後 就沒辦法修改了 OK 如果你有疑慮 抱歉 也沒辦法 所以我會給你一個 緩衝時間 也就是說如果啦 你的努力 多少 那我給你多少分數啦 不過有的時候說真的 要100%的客觀 還真是非常困難 因為畢竟人數這麼多 那我怎麼去管理每一個 只能針對什麼 針對我看得到的 OK比如說像你們 考試成績 有沒有 還有出席紀錄 還有你的作業繳交 有沒有 作業的內容 那至於就是其他部分 但我也沒辦法 而且有些有些 之前 反應比較多的是 考完試之後 同學都會反應說 為什麼某位同學 他平常都很混 然後他 怎麼講 考試呢 也好像有作弊 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 私底下講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證據或什麼去 你要 你要嘛 你就告訴我說 你有真平實據 你真的 比如說有什麼 真的是有一個 什麼什麼東西 讓我知道 看到了 也許你 真的看到他有 補弊的行為 或者什麼 我可以 要不你提供給我證據 要不就是我去查證 否則的話我說真的 我怎麼去打他的分數 把他打低 OK 這有時候 很難嘛 所以 很多地方 還是要 讓我知道 而且你最好 讓我早一點知道 比如說 那個同學 平常都會有 那也許我這一次 抓不到 那我下一次 可能就會 就是 再把他盯 這個 就是 在注意他 是不是有 這樣的行為 發生 OK 那當然 盡量做到 這個 比較公平 不過其實也沒辦法 百分之一百 那這些 這些方式的話 主要就是 讓這個 人事管理上面 能夠盡量做到 讓那個優秀的 願意做的人 他能夠得到 實質上的獎勵 讓真的很混的摸魚的 能夠 慢慢他會知道說 這邊不能混 你如果要混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離開了 OK 待會的話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 上個禮拜我們最後 有做了VBA 這個VBA是做什麼 清除 OK然後 考評 也就是說針對 只有住專這個工作表 那其他工作表呢 沒有 有沒有 像這個 領主 辦事員 跟助理員 都沒有做 所以我要怎麼樣可以按下他 他可以幫我這個做完之後 換到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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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一個 都做一樣的事情 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就是要 去思考的問題 如果到0主的話 可能要修改一下 修改哪個地方 其他應該都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 不一樣 這個總共 Ctrl 向下 他總共的 這個列數 101 有沒有 不一樣 所以你考評 2的話 是不是說這邊 本來是 應該是 這應該是40 才對 40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就把它改成 101 這樣子的話呢 是不是也可以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 清除的話怎麼辦 清除 又要再 再複製一個 是不是還在 清除變成清除2 然後清除的範圍 清除我看 清除應該不用改 因為清除就自動向下追蹤 我用向下追蹤的 然後清 看看 清除2 OK這邊全部清了 那考評2的話呢 直接執行 也OK 問題來了 你會發現 清除 跟清除2 幾乎程式一樣啊 那幹嘛 分兩個 OK 然後考評的話呢 考評 跟考評2 好像也都一樣 只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只有那個什麼呢 我們要做 所謂的那個 排名的時候 這個m的後面這個數字不一樣 所以 這地方要怎麼辦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一勞永逸 做一次 這個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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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的話 你可能需要 多學 一個 怎麼講 多學一個 物件 這個物件名稱的話 我用檢視 檢視裡面有個 即時運算視窗 即時運算可以在那邊執行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切到哪裡呢 我要從第一個 工作表切到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語法 叫 SHEET SHEET 加S SHEET SHEET的話呢 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工作表的意思 那刮鬍之後後面 他問你說 index index是指哪一個 我要切到第二個的話 你就輸入2 然後後刮鬍之後的話 你就加一個點 什麼 一個方法叫 slate slate的意思是說 我要把游標切到那邊去 切到第2個 所以如果我這邊執行 用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地方執行 你會把Enter 有沒有發現 我Enter 直接輸入完之後 直接在這邊Enter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 工作表切到第2個 那顧名思義 如果我今天 可以切到第2個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切到第3個 Enter 有沒有發現 第3個 那如果我要切的話 可以切第4個 也可以 所以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 如果你今天 重複的程式 不用重寫的話 你可以藉由 藉由 寫一個shits 然後呢 從哪一個呢 從他的1 就第1個 2 3 4 如果說你可以用1234 跑個回圈 for H4 等於 1 到 哪裡呢 1 到4好了 所以我如果今天要 寫一個切換那個什麼 假設我這邊寫一個sug 這邊是一個 列席sug 然後這邊可以是一個 切換 也許我這邊可以是 用 所謂的切切換那個 切換工作表 OK 這邊就 切換 工作表 按Enter 這樣的話呢 就多一個 切換工作表 你可以寫一個 回圈 叫什麼 for s 好了 等於 1 到 4 Enter兩下 打一個nets 那中間的話就寫剛剛那一行 叫shin 刮虎裡面就放個s s 點slater 那這個 切換的動作基本上就是我按f8執行他 你會發現s現在是等於1 先從1開始 然後呢 第一個幫我切過去 請問會觀看一下下方 會不會切到第一個 f8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有沒有他幫我切過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nets 這時候s呢變成多少變成2 那我把它切到這個第2個 有沒有切過來了 第3個 所以也就是說呢如果我假設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當他切過來之後的話 再去處理什麼 處理那個程式部分吧 剛剛的烤瓶放在下方 有沒有切過去之後 做烤瓶做的事情 那不就可以了嗎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讓這個切換工作表 這個部分呢可以跟 烤瓶或者是清除 做完美的結合 這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而且你們先試試看喔 那個主要 在 那個 這個這個sup裡面 再寫一個所謂的 切換工作表 然後切換的方法 你建立的話sup 切換工作表就好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插入程序 直接輸入切換工作表 這之前講過 這個 然後把剛剛那個程式 試著輸入看看 for s 等於 1到4 然後 那你執行的話 你如果現在這樣執行 他全部一次就切完了 太快了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要看到細節的話 你可以按 F8 按F8 F8按一下一下一下 他就會做 那個 一步一步幫你去執行程式的動作 你可以再去觀察裡面的變化 OK 畫面先 還給各位 試一下 先撰寫一個 所謂的切換工作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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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